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威胁依然存在,我们必须保持警惕。 随着我国恢复更多社会和经济活动,病毒传播的风险将提高, 所有人应该继续保持警惕,大家应该养成以下良好习惯, 以保护我们的家人并防止第二波疫情来袭。 所有人,尤其是抵抗力较弱的年长人士,应该尽量留在家中, 并避免和家人或亲人以外的人互动。 我们应该继续帮助年长者购买必需品,经常洗手或使用搓手液, 尽可能在家办公。 如果您必须通勤,请尽可能在非烦恼时段乘搭公共交通, 并避免和他人在公共交通上交谈或通电话。 外出时,请戴上口罩,并和他人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。 人们可以恢复小型聚会,每次最多五个人。 群组之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,不同组之间也不能相互交流。 如果您生病,即使症状轻微,请马上看医生, 以免将病毒传染给他人。 请留在家中,不要和他人见面。 下载合力追踪应用程序TraceTogether, 并在使用SafeEntry访客登记系统的场所, 登记入场和离场。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,我们就能遏制COVID-19的传播。 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,不要散播谣言。 订阅gov.sg的华文WhatsApp信息推送服务, 获取有关COVID-19的最新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